你不會寫那個東西,有一個方法,因為VPA,它比較好用的地方就是說,它不會寫的程式,它可以用什麼? 錄製的,所以你不會的話,假如說有個功能,也許你資料,假如說我先把它改成恢復,靠左,那我等一下再點一下 所以要怎麼錄製,先不要至終,你就是錄製聚齊,那給一個名稱,也許叫做聚齊1,或者是要,乾脆把它再改一下,改成叫至終 至終,OK好,反正就給一個名稱就對了,按確定,這個時候呢,接下來你的所有動作 它都會幫你寫出程式,所以呢,第一個啦,當然我們已經選取了,我就不選取,那就直接怎樣?按一下至終,這個按一下就好 它已經至終了,這時候也幫你寫好程式,接下來請你把它停止錄製 在旁邊有個劇集,會出現一個至終,有沒有,按個編輯,好,程式就寫出來了 基本上,就是這一段,with selection,特別是要,它一定會有個selection,selection是什麼?就是選舉區 這個selection,實際上就是我們可以用sales把它取代掉 那也就是說它裡面,點什麼呢,Honoronto的element,這個是水平的,有沒有,至終,水平的對齊方式 後面的話,加的就是什麼?它的對齊方式是至終 那當然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垂直的,不過我覺得好像應該主要是水平的,垂直的應該不影響,主要是這一行 那其他什麼warp test,這是啊,那個什麼儲存格要不要幫你自動折行 然後等等,後面應該是用不到,所以最關鍵是這一行 這一行,那我怎麼把它拿來用?要特別注意喔,如果說你要把這一行拿來用的話 其實呢,你可以到成績好了,假設說我今天剛剛輸出成績的時候 這個都要按下去喔,它基本上會到這邊沒有辦法自裝,對不對? 那如果說呢,我今天要把這個效果做到成績的這個,這一個裡面的話 基本上我只要跑在什麼破迴圈,剛開始的地方 像我的習慣是這樣,也許我忘記有些東西怎麼寫 我大概知道了之後,那我接下來就直接打一個sales,點,打一個h 你會發現喔,Horilonto這個有沒有,Origman,這個會自動出現 等於什麼呢?xlcenter,那當然你可以自己打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後面的參數是什麼沒關係,這個屬性如果出現之後 你按F1,它就會告訴你說,這個屬性後面可以加什麼參數 有沒有,那你可以怎麼樣?xlcenter,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直接把這個參數加到後面 不過後面記得喔,請你記住喔,這個瓜糊一定要再加上去喔 也就是說呢,當我跑回圈的時候有沒有,我會先把它自動 再輸出乘7,欸其實就加這一行 特別是喔,因為呢,自動不需要做邏輯判斷嘛 所以你要放在它的上面,或者下面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在跑回圈的過程,一定會跑它 OK,好,就跑這一行,那多重也是一樣的 所以多重的話,那我們就把它複製一下 放在多重這邊,貼上就好 一樣是輸出到H欄,H欄裡面的這些 那其他都一樣,所以我就做兩個 等於是這個地方喔,其實就點下去就自動會出來 OK,來試一下,清除一下 有沒有發現,全部自動了 清除,乘機,多重,也全部都自動了 有沒有,那也就是說呢,當輸出之前 我先把它置裝了,它再輸出 OK,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以後呢,如果有一些東西 你不會寫沒關係啦 記得用什麼,用錄製的 錄下來之後,它會有關鍵 那它會用一個selection 其實可以理解就是selection其實主要是選舉區 指的應該就是一個範圍 或者一個儲存格都可以 所以以後呢,你可以用那個什麼呢 range或者sales取代這個selection 那這個with,你想說是with 因為with and with,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的頭都叫selection的話 那你可以用with 所以有selection點,selection點 都有selection,其實它會覺得很多說嘛 不如with,底下全部開頭的點 前面都是本來就是有selection OK,那這種寫法,錄製劇集裡面最多了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至於就是說,其他的這些屬性 如果你不懂,沒關係啦 反正你就按一個F1,裡面就有說明了 OK,所以請各位,這個部分我想各位試一下 就是增加一個所謂的至終的這個效果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是額外補充的 就是說,如果以後你某個功能不會寫 其實我覺得VPA,這個導致還蠻妙的 有時候你去查Google還不見得查得到 你要的答案 有時候你乾脆錄一下,然後參考一下 錄下來的東西當然它有時候會 給你很多不需要的東西啦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反正錄不需要我就把它拿掉就好了 我要我的東西 我要我需要那部分就可以了 然後